歡迎大家繼續收看《要財財經台》的直播時間 來到這一節的問答環節 先介紹我身邊的嘉賓 就是來自我們研究部的國級分析員 王惠豪Rafi在旁邊 Rafi 你好 你好 看到現在市場升五十一點 做二萬一千二百三十三點 升風是百分之零點二四 國企指數升十八點 做九千二百二十一點 升風是百分之零點二三 至於大市成交暫時是一百二十五億 其指方面升四十九點 做二萬一千一百九十八點 低水三十點 成交兩方面暫時超過一萬一千張 同大家都呼籲一下 可以通過電話或電營的形式 提問你們的股票問題 我們的熱線電話是二百零四六五六六 或一張問題電郵給我們 電郵地址askbschannel.com 我們都會收到 先看電郵方面的查詢 跟進姓麥這位嘉寧觀眾的查詢 想問隻中遠洋 編號1919 暫時未有貨 想中線去到部署 甚麼位去到買呢 也問到下半年航運業的前景是怎樣 這隻直播空間有多少 見到今日都升超過1% 最後三個二毫八 四個交易日後就要公佈業績 嘉寧觀眾想中線去到部署 你又建不建議 以中央來說 我覺得中線可以考慮 但如果你說是否現在立即去部署 我覺得就不要急著 一來就接下來出業績 當然不是說業績會差 但因為始終沒有公司等的幫忙 所以我覺得有機會表現得好 但始終可能大家最喜歡看 都是看本業是否有大改善 但始終韓運股都知道 無論去年甚至今年頭半年來計 所以我相信的確 竟然會比較頑皮 事面上未必即時有過太好的給亂價值 所以我覺得如果要補也好 等業績出來才做考慮會好些 而其同意就是 我相信下半年應該整個行運會比較好些 一來就經過了這麼久的所謂航東 其實你見到今年回來開始 也會有回亂的現象 例如內地的一月份的進出口數據 其實都是比較理想等等 我覺得這因素之下 其實有利慢慢對整個行股會帶上來 但這當然是比多數 我想說年終打很少會見得到 所以暫時來說 如果以圖來計算 我覺得可以收回價位 慢慢看看 總共3.15元 樓上能不能夠在家裡找 只要你說收回一段時間 如果3.15元這個位置 都依然是站得住的 才考慮進入 到時以中線來說 可以的 以3.5元樓上 做初步目標價 破到的再上網 例如3.7元樓上 而下面的 我指示位置放在大概2.6元左右 就穿回考慮指示離場 好 今天來說這個版法做得不錯 先跟大家跟進一下 整個行運版法的最新表現 見到中海發展現在是掌4.62元 升幅超過3% 中遠洋3.29元升幅超過1% 中海集運升不足1% 做1.75元 剛剛跳了 太平洋航運現在是升兩仙 做4.94元 東方海外做36元 升1元升幅超過3% 好 跟進來電話方面 轉聽聽嘉寧觀眾電話的查詢 電話旁邊接通了有楊小姐 楊小姐早安 Hello 楊小姐 你好 你好 Wabi早安 我想請教Wabi 我買了一隻8.38億元控股 我買了很久了 坐了很久了 現在我見 每次都上不到1.2元 應該走了 遲些才買回來 但楊小姐你本身住在甚麼價位買了? 是呀 都是過2人錢左右 好 見到現價來說 一貨航股現在做1.2元 暫時升一 嘉寧觀眾過二買了 看到3月間日後公佈業績 嘉寧觀眾問 應該先走了 還是有其他部署 可否等業績 以我來算 其實 預期過業績 應該不是太好 為甚麼這樣說 因為其實如果以回 當然來幾天後就出回 但如果以回這樣去看 特別是之前 8月份出的中期業績 其實當時就比較偏 你會記得當時中期來計 其實順利剩下2千7百萬 其實案件是倒退成三成多 變相因素之下 你見到之後 其實在業績之後 其實的確那一刻 都是跌得比較急 正是有這個因素 剛剛圖會 這裏見到 當然 你說今次也會這樣走 我覺得又未必完全會是 但有個可能性 或者有個心理準備 業績可能會比較不是太理想 所以你說 敲一敲這幾天 譬如20號之前 看看價格能否再高一點點 可以考慮的就先走這個貨 暫時來說 我覺得以回 如果這一刻其實也算走得挺漂亮 我只要守著這個近日的平台位 大概1.18元 樓上的話 我覺得就不用這麼急走 下面看著1.18元 上面來說 看看能否成業績之前或之後來計算 可以借勢 抽高上去大約一個搖六樓上 做一個短期的目標價 楊小姐 是不是還有另一隻貨幣上的貨幣 剛剛我想問一下你 13號和王 今天又跌了一點點 是否應該這個位置入呢 好 見到和王 昨天來說已經在跌了 跌幅非常明顯 今天來說繼續要跌 跌的是1% 做的是1.53元 暫時來說 這個位置可否去到買呢 以回暫時和王來計算 其實我覺得 當然買就不斷說可以賣的 但我覺得價格來說 稍為大家等先 因為如果以回這樣計算 今天就再跌了一點點 但你說究竟見底味呢 講真一句 很難完全說得完是見底味 但如果以一個圖表來說 其實我覺得這一刻 叫做慢慢穿10天、20天、20天、20天線之後 更加穿這一層的一個平頭位的話 下一站的確會試分大約104元左右 所以變相我覺得 可以等待大約104元左右 做回你這一層的賣入價 那你買得下去的 到時就比較中善 一來就等分拆 二來就等業績等來講 做一步帶動 到時來計算的 可以先回之前的頂位 113.5元 做回這一層目標價 當然我相信 如果這次能夠試到這位置 要再試116元左右 我覺得不是太難的 我覺得可以看那些位置 做回再久一點的目標也可以 反而下面的 如果你真的都想定指示位 當然雖然是比較穩陣 但我覺得如果你真的想定 都可以的 暫時如果要定指示位的話 放回這個低位附近 大概96元左右 如果你要慢慢叫穿96元 才考慮去到指示的立場 清楚嗎?楊小姐 好,謝謝你 好,多謝你,查詢 跟Rafi跟進一下 就是電郵方面的查詢 一位叫WW的朋友 想問兩則股份 5C港第一隻 中國動向300.18 家庭觀眾未有貨 想問現隔來說,好不好賣? 昨天看到錢量抽星座上來 這一刻跌2% 做1.66元 家庭觀眾未有貨 現在好不好賣? 以中國動向來計算 前幾天的確 就收回業績之後 其實就只抽了上來 因為雖然以業績來說 核心的純理是倒退100% 但其實都好過 很多大行的預期之餘 更加很多大行都覺得 其實慢慢那個 所謂最差的時期的確過去了 可能一些同調銷售 或者是三鋪的因素來看 都慢慢改善上來 變相這些因素之下 都覺得對動向看法是比較樂觀的 你見到業績之後 都有相對一些報告 唱好它 令價格上升了上來 而且來這一股升 另一邊商的主因 就是幾關阿里巴巴市 因為其實由阿里巴巴很久之前 其實動向就入了一個壓度 入了股的 大家都知道 如果阿里巴巴上市 無論香港 美國也好 一定是以倍數這樣上的 即市值 變相原本動向丟下的這筆錢 大家都覺得會有一個水上船高的帶動 自然你說這一刻 再加上慢慢來計算 都幾因愛 就幾確立得到美國方面上市的時候 大家對那個看法簡直樂觀 自然對中國動向的帶動性 就更加之大 變相這兩天的升勢就比較強的 但到今天來計算 始終短期升了那麼多 不要說這兩天 由早小的低位一個四號半計 其實短短大概五天左右 都升了去到國七樓上 都成超過差不多 借近兩成有多 變相你又升了那麼多的時候 我相信其實三位今天 借勢叫做回一回 其實是很正常的 但唯一關鍵位看回 大概之前這個頂位 一元一毫半左右 即是現在這位置附近左右 譬如今天或者下個星期初回來 能夠站得穩 如果可以站到一六半樓上 我覺得才再博下去 到時來說以過百度 做短期的目標價 但怎樣轉 如果接下來見到這一刻 或者是今天也好 或者下個星期初回來也好 慢慢好像一六半這位置 站不穩的 再下來 反而到時將賣入價 再調低一點 放回到六樓下 今晚越低 即是低一點賣 我覺得才會比較直播空間 會比較多一點 另外嘉靈觀眾想問號派集團 編號是2369 見到嘉靈觀眾 4.75元 經已買入了 就是萬二股 想問上網空間 以及切紫蝕 看到現在暫時的利潤在手 應該就是切紫賺位 另外他又想問 可不可以再入8000元 或者是一萬二股 再入還是繼續向上網 見到現代來做4.92元 都在升超過30% 今天新鮮出爐 公佈了業績 全年賺3.5億 增長了7% 不派息但送紅股 這股份可不可以先持續向上網 我覺得 當然可以先持續 因為始終你4.75元 都賺錢 但你說可不可以加身 我就不太建議 因為其實這樣說 今天來計算是升 但你說其實是否對它看法很好 或者是否很樂觀 我覺得是好看大家怎樣去看哪一部份 因為以分理學派 剛剛出的業績來說 其實整份業績的大數字是增長7%左右 和大家本身預期的高增長來看 是有些出入的 但當然這個增長比較慢 完全是有一次性的開支 去年 因為始終去年學派搬廠房 變成有1.3億左右的錢 是用了 這是開支 變成你用多了一次性的開支之後 才令到增長是叫做慢了來 但如果真的扣減一次性開支 其實整體的順利有4.8億流上 按年增長超過4成 如果這個數去看 又相對合理很多 所以其實只要好看 大家看哪一個數是拿來做參考 所以如果以今天來算 始終還在升的時候 再加上派紅股 似乎大家的確看回核心方面的順利 即是增長四成的數字去看 以示價今日會比較偏強 但正如我剛才說 雖然我不是質疑它的增長 但我覺得一來 國內的手機市場的競爭性 其實相對是比較大 而且以來始終學派來算 因為累積升幅都算是比較多 所以這刻還能拚不拚下去的話 我覺得比較蜂擁會高了一點 所以我覺得不要再加進去 反而舊了就真的先拿著 暫時來說 只要這個價格仍然站著 日天線樓上去走 我覺得慢慢的目標價 可以放在之前的頂位 大概5.3樓上 做回你這一層的一個目標位 好 多謝了這位嘉年觀眾的查詢 今天跟進下一個 就是聖吳鴻先生方面的電郵 想問兩隻股份 兩隻都未有貨的 分別就是中石化 三百六二及七六二中聯通 我想嘗試去持有兩隻股份 問好不好 如果是好賣的話 應該在什麼價位進入呢 看到中石化 現在來講做六角五毫一 星印就是兩仙 至於中聯通做九角二毫二 暫時來講地三仙 怎樣看這兩隻股份 以三百六來計 當然我覺得可以買得過 但暫時大家先等 因為今天就出業績 原來我覺得起碼等業績後 才做部署會比較好 而以同業中石油來計算 其實昨天出業績 特別是蓮油花工業務 雖然虧損收窄了 但還是虧損緊 原來對中石化來說 也有些參考性 可能在今次業績出來的結果也是一樣 所以有機會蓮油價 在現水平會拉隔一段時間 才會再升稅也不出奇 而且最主要這刻買得中石化的 我相信都是看回中長線的民企 即是民資出售 下游方面出售的三成股權因素 引入民資因素 我覺得變相這些因素 其實不用太心急 立即去買 所以要暫時看看 我覺得以回大概六個四左右 做短期的入市位 如果這一陣在業績之後 能夠在六個四樓上撐得住的 才考慮買進去 中線以回七元留上 做目標價 而下面的 大概是六元左右 做這一陣的止虧位 謝謝嘉寧觀眾的查詢 這次時間就差不多了 跟Rafi做新報 所提及的股份 自己有沒有持有 沒有 謝謝Rafi 看到行資現在這刻 升銀73點 做21,255點 升幅是0.33% 國企指數 升銀40點 做9,243點 價值成交暫時是156億 其指方面升了69點 最近21,217點 低水是34點 成交量方面 暫時超過12,000多張 你們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終會是發達廣場的環節 我們會發達的 好嗎? 還是